才第一次当妈妈的蕊蕊 就这么厉害了呀 同时教两个崽崽爬树 一只手托一个 一只手兜一个 兜着下面的崽崽成功着陆了 还得继续举的上面的崽崽 让她爬得更高一点 就是这么优求的妈妈 才教出了两个学霸崽崽 本来蕊蕊只剩了一个孩子 现在带的还有闲闲的崽 闲闲要是知道蕊蕊把自己的崽崽 教得这么好的话 一定也很高兴的 这种还在穿尿不湿的崽崽 给妈妈就可以出现 这种山雄鼎腻的盛景了 再来看看艾宝带娃 两个宝宝看到妈妈爬树 当然是要学习效仿的 不过艾宝看到女儿爬高了 还有一点紧张呢 着急忙慌的就下来了 小短腿是一顿忙活 好像见过腿最短的 就是萌萌和艾宝了 他们俩都是出了名的土豆腿呢 小田瑞和小拽灰 面对爷爷的妈早服务的不同反应 小拽灰的性格就跟艾姐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没有她乖乖听话的时候 性格放任不羁爱自由 不过跟平时那种挣扎的劲比起来的话 今天还算乖的呢 不过饲养员也会觉得她是不是什么时候就会开始挣扎反抗了 所以给小光君擦的时候都是很快很麻利的 看小拽灰的表情 本来是打算反抗一下的 最后干脆躺平了 最后这个眼神逐渐变得朦胧了 这是要睡着了吗 再来对比一下小田瑞 完全就是享受服务的小公主嘛 全程都是乖乖躺着配合爷爷 而且这一面擦好之后 她自己还会发面呢 怎么会有这么乖的宝宝呀 再一面擦 最后还会发生相当环境 神秘杀